中国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两个相爱的人共同走到一起的一天 今天他们将最终结成夫妻 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今天是旅程的新开始 这一时刻值得珍惜 值得眷恋 尽管在共同走的旅途中 你们会遇到种种挫折 不顺 甚至不合的意见 但是那些都无法抵御 你们共同经历的快乐和愉悦 我们常听到人们说 婚姻成功的秘密 是这个或者是那个 但是真正的答案 就藏在两个真心相爱人的心里 把你的伴侣当成情人 当成朋友 去爱 去理解 生活就会充满幸福和快乐 今天你们站在这里 眼睛里充满爱的目光 当你们轻轻说一声 我愿意的那一时刻 你们一起迎来了新生活的明明曙光 庆幸运自己的运气 坚定心中成功的信念 你们所有的希望和梦想都会实现 一切从今天开始 今天的开始将会带来明天的生活 更幸福 更美好 你们好 我的名字叫冯英英 英文名字叫开马 按照中国人的文化习惯 大家一般都称我冯老师 我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授权的政婚官 今天我受政府的授权和委派 前来见证和合法 发生在此时此地的这桩婚姻 我们今天聚集在此地 共同来祝贺和见证 赵坤先生和刘晓玉小姐 在法律意义的结合 祝福他们步入婚姻的殿堂 这一结合是具有光荣与神圣的意义 是一个人一生中的理成为 因此必须给予这两位新人 以足够的建议 使他们能有充分的考虑 不可将婚姻视为儿戏 草率是指 要给予婚姻尊重和认真的考虑 人们常说婚姻是一种缘分 而实际上婚姻更是一种信用 它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信用 因此必须认真的对待 给予尊重 家庭法中说到 家庭是一个社会中自然的 和最基础的群体单位 它的稳定直接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 因此对结婚的人们来说 达到稳定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是我们每个人值得努力奋斗的目标 结婚建立家庭 最重要的是要将你们相亲相爱 稳定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以及他们带给你们的幸福 快乐 愉悦和智慧 能够传承给你们的下一代 也能够去影响你们周围的人 在此时此地 如果有人有合理的理由 反对他们合法结合 就请您现在说出来 现在不说 就永远不要再说 好 赵坤 你愿意和刘晓宇结婚 让她成为您的合法妻子 共同步入婚姻的神圣殿堂 从今日起 一生一世 在任何情况下 爱她 尊重她 安慰她 珍惜她吗 愿 刘晓宇 你愿意和赵坤结婚 让她成为您的合法丈夫 共同步入婚姻的神圣殿堂 从今日起 一生一世 在任何情况下 爱她 尊重她 安慰她 珍惜她吗 我愿意 我澳大利亚政府 法律授权的证婚员 根据法律来合法这一婚姻 在我的面前 在正式宣布之前 必须当着正人的面 来提醒你们将进入这一关系的神圣性和制约性 根据澳大利亚法律 婚姻是指两个成人 自愿结合 共同进入的终生不变的生活 婚姻中不可包含任何其他人 我会让他们在一起 感谢观看